杨子粉丝得知喜讯 热烈祝贺并满怀期待 网友调侃道 活力杨子这次要歇火炬点亮巴黎 让欢乐洋溢 杨子在荧幕上频频带给我们欢乐与感动 这能量满满与奥运火炬手身份相得一张 杨子的多面人生 从荧幕到奥运火炬手对于杨子来说 这次担任奥运火炬手不仅是一次个人荣誉的获得 更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从童星出道到逐渐成长为娱乐圈的中间力量 杨子一直用他的努力和才华赢得观众的喜爱 如今担任奥运火炬手 杨子将再次向世界展示他的多面才华 网友们对此也是津津乐道 一位网友留言说 原来杨子的名字还有这样的故事 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名字就是命运的预示 的确杨子的名字和他的经历 仿佛早已注定了他将与奥运结缘这次担任火炬手 更是对他名字背后故事的完美诠释 杨子的新身份 国际影响力的提升 杨子担任巴黎奥运火炬手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肯定 也是中国娱乐圈在国际舞台上的一次亮相 这一角色赋予了杨子更多的责任和使命 他将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 向世界展示中国青年的分采和力量 网友们纷纷表示非常期待 一位粉丝在评论区热情留言 杨子这回要代表咱中国去巴黎了 咱们可得好好给他加油 没错 杨子作为奥运火炬手 这不仅是他个人的光荣 也是我们娱乐圈的骄傲 他的参与将成为中国与世界的又一次美好交流 巴黎之行新的冒险与挑战对于杨子来说 这次巴黎之行无疑是一场新的冒险和挑战 作为奥运火炬手 他将肩负起传递奥运精神的重任 向全世界展示中国青年的积极形象 杨子在娱乐圈的多年经验 将帮助他更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网友们在评论中纷纷表示对杨子的支持和期待 一位网友幽默地说道 杨子这次可要好好准备 别让火炬灭了 咱们的期待可全都在他身上了 的确杨子的巴黎之行不仅是他个人的挑战 也是对他多年努力的一个重要检验 杨子的全球刷链 正能量满满杨子此次巴黎之行 对他来说是个展示自我的大好机会 身为奥运火炬手 他将以全新姿态登上国际舞台 为全球观众带来满满的正能量 这不仅彰显他的个人荣耀 更是中国娱乐圈的一次闪亮登场 杨子的多重身份 演绎与体育的融合 杨子此次作为奥运火炬手 是演绎事业的一个高光时刻 也是他多重身份的精彩展现 作为演员 他带给观众无数欢笑与感动 作为火炬手 他将用新身份向世界展示独特才华与迷人魅力 杨子的未来 新的真诚与希望 杨子此次担任奥运火炬手 不仅是个人荣誉 更是他事业发展的新气垫 作为年轻演员 他前路充满挑战与机遇 此次担任火炬手 将成为他未来发展的重要标志 令人期待 网友们对杨子的巴黎之行 寄予厚望 纷纷送上祝福 有粉丝评论道 杨子的前途无量 我们永远停泥 这次巴黎之行 无疑是杨子事业发展的一个关键节点 期待他未来能更上一层楼 涉意杨子火炬手身份 争议与期待 杨子担任巴黎奥运火炬手的消息 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热议 在赞扬和祝福声中 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 一些网友质疑杨子作为一名演员 是否适合担任这一重要角色 有人认为 奥运火炬手应该由体育界的代表担任 而不是娱乐圈的明星 这些不同的声音 也让这次事件更加具有争议性和讨论性 网友们对此也是各输己见 一位网友在评论中说到 杨子虽然是演员 但他的影响力和正能量是有目共睹的 他完全有资格担任奥运火炬手 另一位网友则表示 我还是觉得奥运火炬手 应该由体育界的代表来担任 这样更符合奥运精神的确 关于杨子担任奥运火炬手的讨论 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评价 也反映了大家对奥运精神 和火炬手角色的不同理解 无论如何 杨子此次担任巴黎奥运火炬手 已经成为一个备受瞩目的话题 他的巴黎之行将向世界展示中国年轻一代的风采 也将成为他个人和中国娱乐圈的一次重要展示 无论赞美还是争议 这一事件都将成为杨子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期待他在未来道路上取得更大的成就